通常来说,胆盲炎的表现有右上腹部疼痛、恶心、偶部等症状,有些还可能出现右肩部、肩甲处放射性疼痛。 慢性胆盲炎和急性胆盲炎两者都有可能出现直接症状,只是发生、发展的变化不同,急性胆盲炎症状发生的比较迅速。 短时间内出现加重,多数是由于胆结石看断导致胆质淤积、细胞感染,是急部阵的一种常见疾病。 但情况进一步恶化时,胆盲胜出增加,胆盲增大,牵扯到腹筋的神经时,也可以导致右肩或右肩甲部部的放射性疼痛。 慢性胆盲炎是一种慢性化缺失的胆盲炎症,一般认为其与胆盲收缩功能下降,胆盲结构异常。 胆盲打结石,是二指肠内容、雾饭瘤等多方面的因素有关。 少数疼痛可能会放射右肩部或右肩甲部部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帮我们贴近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